近期有人反映自己在上海某家银行的ATM机上 一连式取出了23张假币 其中除了不久前爆出的新型假币C1F9 还有更加新型的C2F8 仿真度非常高 由于工作原因 郭先生需要经常往返上海 上周一 他在闽航区金汇路上的一家银行ATM机上 取出3000元人民币 此后一直随身携带 由于在大学校园里边做科研 一直到上周六付外卖费的时候 他第一次使用到这些钱 才发现钱有异样 那一家餐厅就打算说这里面有一张假钞 那我就说那我再拿一张给他 从我这边拿的 他一看出还是假钞 所以我就发现是我的钱有问题 当天下午 郭先生立刻前往取款银行 银行确认3000元中共有23张假币 其中12张为同一号码的C1F9假币 11张为同一号码的C2F8假币 银行调取的监控录像 证明郭先生确实有取款 但却无法证明钱 是不是从该行的ATM机上取出的 此后 郭先生又多次前往该行了解调查结果 但银行工作人员始终表示 不过银行工作人员也表示 C1F9特别是新出现的C2F8 仿真程度较高 肉眼很难辨别 银行以内部审查没有问题为由 拒绝对假钞做任何处理 就还给了郭先生 考虑到金额巨大 最后郭先生决定前往派出所报案 目前警方已经立案 并扣留了23张假币 东方卫视记者张英上海报道 现在考虑到金额巨大